改变心念 改变世界 继续来看这位馆长 也努力改变局面 他开设文物馆 致力保存 九份在地文化 甚至研究 举捕技艺 波弗亚 将走入历史的文化重现 而这一切都误打误撞 因为一场展览 他被迫赋予传承者的角色 当时他只是收藏家 印着头皮 到处请教 涂把练高 甚至拿自己的收藏开刀 解开局捕之谜 如今把传承文化 当使命了 而支撑他走下去的 还有家传自带的 育圆生意 让他无后顾之忧 专心之言 按随地当声 举将眼接叫喊 一旦生意上门 路边洗地而坐 立马上工 我一旦 我们两个要先合起来 先咬一咬香槟 买咬先咬好 要先咬不下来 咬不下来 咬不下来之后 要先咬鞍 再来用这个正康 放下来 将破碎的陶瓷 重新定合 这门工夫叫做菊谷 反映的是老一辈 节俭爱物的美德 但是随着台湾经济起飞 这门行业早已经走入历史 不过好在修复记忆 没有失传 那这嫌是现今为数不多 懂得应用技法的菊瓷收藏家 这是早期举将出门的器具 一边是风箱 一边是收纳柜 还有比较简易版的行动工具箱 虽然是简易版 工具却很多 因为器物修上的方式 也很多样 今天我们来把这个铁铁 稍微補一下 因为稍微有变 把稍微補一下 让它更坚固 这是煮米 我们早前在吃饭完就煮米 修补的范围 除了断裂后的结合 也有用在预防裂问 持续恶化的保固措施 比较厚的煮米 说三百的就很黏了 如果不够厚的煮米 要说到六百的才会黏 我现在才会说几十秒 它就很黏了 加糖就是要让它的粘性 附着力更加强更好 煮熟的糯米加糖 反复垂打增加粘性 早年物质缺乏 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做 年足机完成 接着要打橘丁 摇打橘丁 拿来把它弄弄弄 先把一个筐炒弄 上面要大线 上面把它抬出来 你看你要做多大线 这个要够厚 那这是摸制器的雏形 敲打橘丁不是光靠满意 有很多技巧是需要拿捏的 刚开始是怎么敲都敲不出来 那个补丁的把它敲起来 看看那个丁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看一看也是打不出那个形状 然后又到我们瑞芳那个 掐橙来 掐橙间 请那个师傅帮我车一个 我能够打出这个丁子的台座 让我能够比较顺利一点 别看小小一个丁子 在同时兼顾米弯和食用 不但外形要细细打磨成长菱形 两边弯确角度也要留意 非常考验功利 这个最重点就是这个弯头 一定要是内弯的 内弯固定之后 它就不容易拔起来 这一瞬 这也逼一瞬 现在今天做一个银子 再把它按下去 都在那边的地方中顺 决定好位置 做上记号 使用有回转作用的拉锯钻 来钻洞 古老的钻具充满老祖先的智慧 这个没人倒点 它会回弹 它回弹让你再压下去 回弹再压下去 用它回弹的力量去钻 煮鱼汤 煮鱼汤下去做咖 面对材质比较粗犷的蹄卤 那智慧依旧小心翼翼 它说局部不符合时间和经济成本 除非有纪念价值或是传家宝 不然信贷人都是直接丢弃 但是一坏就丢 实在可惜 我是希望把这些各种物品缠件毁坏之后 尽我自己的资维把它改造或修复 那我希望把这些工华跟大家分享 就是救更多的古物回来 尽自己的力量为老物请命 会学习局部是个意外 但或许也是古物为它开启了缘分 盖雄历史部网当时大概十几年前 有一个菊池展 然后他们希望找到一个菊匠 在现场能够勤劲的示范 我也真的一点皮毛都不懂 十几年来已经累积修补上百个物件 尤其在摸索奇 解释了局部同号陈高登 时至今日 陈老师已经是局部界第一把胶椅 当年因缘际会 两人一同进修技艺 大概开始略懂一点点 不只局部 是修复各式各样的修复工法改造它 重点是要让它再生 到现在赖芝贤还是不断强调 他不是局部专家 只是懂技法也做收藏 把局磁工艺各种技法保存下来 这是清代的补丁 然后当时的工艺真的很不错 你看它的丁两个都补得很相近 它是裂掉 裂掉之后用那个漆漆的工法 把它修补起来 然后就好像一个蜘蛛网这样子 巧妙融入复合工艺 不小心摔破的白色观音 利用漂流木当背板拼装 构成一幅立体观音瓷画 文物历经岁月难免残缺破损 那智芝和果物无形交流 融入想法 修复的同时也是创作 中间裂一横 裂一横好像就是在两个峡谷 中间有一条电线 把两只鸟就卸在那个电线上面 残缺的物件 你只要想把它留下来 你已经坏掉了嘛 那你也不要想说 要给它做得很美 我不是说一定要卖 想给它延续它的物命 然后用自己想得到的工法 下去给它修补 那反而是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同学 我们这里是采什么矿的 有没有知道 黄金 这是金瓜石的黄金 小出坑的黄金 然后要先捣一捣 把大石头捣成小石头 再把它磨成细粉 拆出黄金来 然后拆到黄金 大家都很快乐的 水银倒下去就变水银金 然后用火烤下去就变海绵金 这一天九份国小的孩子来访 身为大学长的赖志贤 看见小朋友解说的特别起劲 举此之外 还有这满屋子的收藏 是累积超过四十年的宝藏 人跟物都一样 都是要物尽其用 东西要放在最对的地方 我这里不是最对的地方 但是至少现阶段 它可以发挥它最大的功能 就像博物馆一样 有点藏功能也需要展示 才能为民众开启知识的大门 所以它一直希望 有个地方 能够持续对外公开收藏品 这个愿望在极众人之力协助下 终于实现 索林右设 大家都觉得这房子太老旧了 每年回来利用的价值也不高 他们就一个一个让给我 就好像这个民民中的安排 让我忽然间又增下了 这个这么大的空间 那给它做一个比较充分的利用 都 这个是矿木漆 我们都叫它是 安民城 年轻时就喜欢到海边 西边 景雅时 刚开始收藏 纯粹是兴趣 只是后来 和越来越多的家乡文物相遇 让它有了不同的领悟 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 毛山毛海 把我们住乡的事情 文物把它收集好 然后把它保存下来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志愿 现在要做蚝蛙 先把蚝蛙投出来 我们的蚝蛙都是台湾的 每个山地的生产是不一样 但是一年趟天都有蚝蛙生产 我们都是拿山枯 最盛产的时候 蚝蛙最香的时候的蚝蛙 每天大清早的厨房 芋头香气弥漫 除了增加口味之外 制作方式始终如一 走最单纯的路线 就是用补法这样制作 累积下来的经验的 好的手艺 做出好的产品出来 这样而已 说特色也没有什么特色 就是坚持传统 然后认真把一个食品做好 来自行的阿嬷 卖育圆只是为了赚个生活费 没想到观光人潮越来越多 生意若意不绝 意外打响了育圆名号 阿嬷的操范下 每个都 本阿嬷的福气 都回来做 因为做不起了 我们在外面做的工作 也没有比育圆做得好 所以大家要回来帮忙阿嬷 其实是阿嬷帮忙大家 给我们一个就是 永续的职业这样子 文化工作是对故乡的情感 无法养家活口 收藏文物更需要竞技来源 阿嬷的好手艺 为家族打造最坚强的后盾 让她得以家业 置业 齐头并尽 来到九份的人很多 了解这座山城的人很少 举补是工艺也是生活 赖志贤要用文物 为辉煌过往留下记录 让这块土地的美好 持续发芽茂壮